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欢迎收看围棋课堂 我是段荣 今天呢 继续为大家讲定式在实战中的应用 好的 下面我们来看棋盘 上一期呢 我们讲到 腥味 低挂 一键低加 之后呢 白棋点三三 给大家分析了这个定式 还有一些定式之后的变化 白棋先手搬张 搬张之后呢 跳出来 这个明显的可以看出来 白棋先挂一下 再点三三 跟直接点三三 这个对比 我们可以看出来 如果直接点三三的话 全部被黑棋封到脚里 虽然白棋是一个先手 但是呢 黑棋非常的厚 而且呢 把白的全都封进去 这样呢 白棋如果在布局的早期 就这么点的话 黑棋外是太厚了 挂一下脚之后呢 白棋 点三三这个定式呢 我们可以看出来 白棋跳出来 出头出道三路来 这边呢 就对这边差别很大 而且在上边呢 白棋将来二路加 或者是上边跳之类的 还有一些可以借用的地方 黑棋也没那么厚 所以白棋这个先挂在点三三 这虽然是落后手 但是这手棋花的在多数情况下 还是很值得的 嗯 那么我们说到这个地方 白棋可能有加的味道 如果一旦这边有紫的话 可能这边加有所利用 所以呢 当然黑棋也根据情况 也可以考虑选择爬 但是爬的不利的一面呢 就是这个地方有个断点的话 白棋直接断了 黑棋倒是不太担心 黑棋就这么顶上 白的黑棋压线索 直接跳架或者顶 就可以把白棋给顶死 但是白棋利用这个断点 贴起来的时候 黑棋感觉气有点紧 这是黑棋不利的一面 所以普通定式还是沾上 当然这边 如果要考虑到这边 防止接用 这场合的下法 黑棋也可以考虑爬 这是少数的情况 那么白棋点脚的时候 黑棋除了挡这边之外 另外一种选择 就是往这边挡 那么究竟应该往哪边挡呢 黑棋还是应该根据 不同的这个局面来选择 比方说 黑棋是要为 我们摆一个这样的扶具 黑棋三连性 白的挂角 黑的一键低价 白棋点三三 这个时候我们来分析一下 黑棋如果挡这边 白棋 半战之后跳出来 如果这样的布局下成这个定式呢 感觉黑棋这个子 虽然不能说它是一步坏棋 但这个子的位置呢 有点中途半端 前不着蹭 后不着地 这个如果它退守回来 将来一步 逼住 我们上期给大家 讲过这个逼住以后的变化 将来一步逼住 感觉也很紧凑 要么直接 这个子在这里 也是很有利的 但是它 放在这儿呢 好像 前后都没挨着 要说守控也没守住 要说对白棋有影响的也没有 这个子感觉效率不是特别充分 那么我们 强调下棋的原则是 尽量让棋盘上的棋子 都让它发挥出尽量大的 最大的作用 那选择这个定时 黑棋感觉这个子 效率不高的话 所以这时候白棋点33 黑棋 一般来说 在这边有子的情况下 黑棋选择挡这个 是比较合理的 那白棋当然是要爬回来 黑棋尝试起行的要点 这部不能放过 这个棋型要是被鼓起来的话 黑棋这两个棋也很紧 这个也变成撞墙 逼到后市上的棋子 这不行 所以长是绝对的要点 长完之后呢 这里有一冲断 白棋需要补棋 不补的话 黑的根据情况可以冲断里边 把外边吃掉 也可以冲断外边 把脚吃掉 这个黑棋可以根据情况来选择 白棋就局部而言 是需要补一手的 那么补棋 白棋这个补呢 不止一种补法 怎么补好呢 我们来分析一下 最容易想到的当然是接住 接住的话呢 黑棋就压 或者也可以考虑飞 这样下呢 白棋接当然补得很 很坚实 但是呢 感觉上 从木树上来说 比如说黑棋飞的话 从木树上来说 将来可能要吃一点亏 黑棋这个力 局部是先手 小尖是先手 将来班战是先手 从局部来说 所有的棺子都被黑棋收掉 那么 所以就有这样的补法 这也是定式的一个下方 白棋立在这 黑棋同样要把它封进去 这样的白棋 就木树上来说 这边黑棋漏着封 如果黑棋想在这边 违控的时候 就可以看出差别来了 刚才这样的话 黑棋 这个间有先手的味道 黑棋可以先这样收 说完尖是先手 在这边违控的可能性是很大的 但现在白棋这个子放在这 黑棋再走是后手 将来白棋一拖 黑棋还挡不住 挡不住的话呢 白棋一断 这黑棋就很难处理了 所以这个力 就木树的角度而言 比这个栈要好 力是定式 那么力完之后 白棋就要贴出来 这贴出来呢 挺大的 贴出来 黑的要断了 有点撞墙的感觉 这个头被白棋打进去 然后再一长 这边还要飞下来 这边要照死黑棋 所以黑的不能断 那么只能退 白棋一虎 这个子就撞伤了 当然了 有些场合 黑的也可以啊 甚至 右白棋贴出来 硅让它贴出来 然后黑棋 顺势为这边的空 但一般的情况下呢 我们认为这个 贴出来 黑棋这个子 这样的棋型的话 很明显这个子 离白棋的 厚的地方太近 所以黑的需要补一手 补能有两种补法 压住或者飞 这都是定式 飞的话呢 比较注重这边 压住呢 也可以考虑 压住呢 将来这个顶也很大 顶完之后 白棋当然拖鲜也没有问题 但是黑棋这个 关子收得非常舒服 先手扳接之后 掌应该还是先手 白棋还得不笔被点死 全部收到 黑棋很紧凑 黑棋也可以考虑 先从这边收 然后在这边点 根据情况来决定 黑的这边 如果要违控 那可以顶在这 如果这边暂时没什么空 也可以扳钻在这里先收 贴住也是紧凑的一步起 飞也是很好的一步 各有利地 贴的这个扳段的这个弱点 明显一点 飞的话呢 松一点 将来收起来 可能没那么舒服 收起乖来没那么舒服 这个是基本定时 黑棋挡 白棋爬 黑棋站到这个 长的要点之后 再封住白棋 这也是很简明的一个定时 那么白棋 除了这个利 补齐之外呢 还有一种 另外一种补法 利在这 这同样能补充断 现在充断就被白棋吃掉 那么黑棋压死先手 白棋再利 黑的因为要围这边的孔 当初挡就是为了围这边的孔 所以如果走其他的 比方说这样的跳 被白棋从这里拐进来的话 黑棋会很不舒服 黑的如果这个跳 将来被一拖 什么先手拖 先手挖戒 这个孔就非常少 挡住的话呢 白的夹进来这里 各种各样的借用 要在这边活一块也不成问题 所以如果这样的局面呢 黑棋局部来说 局部而言 黑棋需要挡一个 这个挡 虽然是二路 但是实际上是挺大的 那么下成这样呢 白棋将来四季 在这里搬出来 把黑棋给搬断 这是白棋的另外一种选择 这个棋型也是定式 当然我们还要再强调一点 这个是定式的前提 是这边是有黑子配合 这样这个外式配合这个拆边 这黑棋才有价值 如果这里是白子 那这个不能单单看这个脚上是定式 如果这里是白子的话 甚至这里也有白子 那黑棋这个不但不是外式 被搬出来的话 是白棋的进攻目标 黑棋是孤棋了 没有配合的话 可以说没有配合的话 黑棋 在白棋点三三的时候 黑棋挡在这边 就 不能称之为定式 它不是棋了 假设这边是白子的话 黑的一定是要挡这边 我们说往这边挡的前提是 黑棋这边有拆边的配合 那么黑棋长 白棋立的时候呢 黑棋除了这个压住之外 也有单挡在这里的下方 也是有 白棋这里可以贴出来 但是呢 头比较软 黑棋可以考虑 顺势把这块控 越为越结实 然后呢 跟我们刚才摆的情况类似 黑棋还可以继续这样纠缠 那么也可以考虑 直接把白棋给断了 白棋要是在下边补的话 这个在外边再作战 根据场合 这样下的也有 但是 如果是目前这个局面呢 普通是压住 单飞也是可以考虑的一步 但是呢 这边的这个实地就要吃点亏了 基本的定时的下方是一样 我按来挡住 那么白棋立这个 或者立这个 两种下方都是科兴的 立这个呢 黑棋飞 立这个的话呢 它的主要意图是强调将来这个搬出来 这步棋的留有后续手段 翻出来 虽然是 也不能说能给黑棋造成多大的打击 但是呢 至少可以是这样走出来以后 把黑棋中府的这个潜力给削掉 除了这样补和立这个补之外 白棋呢 还有一种下方也是比较常用的 我们来看一下 白棋往外贴 贴出来也是很常用的一种下方 这里呢 有冲锻 黑棋冲 冲完之后 黑棋需要选择一下断哪一遍 如果断这一遍的话 白棋一定是吃掉 不管断哪边白棋都会吃掉 黑棋吃脚呢 虽然脚上吃掉实地也不小 但是一般来说 我们认为白棋 麻烦就简单的这么往前跳一点 一般呢 我们认为这个黑棋不便宜 吃了脚 整个外室都没有 而且这个子呢 很明显离白棋比较强的地方太近 白的这个斑也是线索 因为立一下 这个也拐出来 斑也是线索 刚才单跳也可以 也可以考虑这样 搬一下或者 搬一下飞过来之类的 或者搬一下就拖新样的加工 黑棋吃掉脚上两个子呢 不便宜 外边损失很大 那么我们看 斑外边不便宜 我们再来看斑里边 斑里边就对了 白棋不能这样被吃掉 跟刚才拔一个子 所以的差别是非常大的 所以呢 白的当然是要吃 黑棋再断打 断打之后呢 黑棋有两种选择 一种是直接尝出来 白的尝 黑的呢 黑的这个时候呢 细心需要有点讲究 如果走在这 他白棋将来在这残留一点手段 斑 斑完了断 这个白棋有这样下的可能性 如果他如果吃 白的从这里包打 然后再 在比方说 根据情况 斑下来也好 或者是这么弯之类的 有这样的残留一些味道 所以黑棋呢 需要找个时机 把这个 先手 不管是先手 斑一下也好 先手斑呢 稍稍的损一点木树 或者呢 利也有先手的味道 局部来说 白棋如果不走的话呢 是个打结杀 白棋冲完再扑 再扑 扑进去 黑棋提 是个打结杀 利也很有先手的味道 将来黑棋如果能定型成这样 应该说也还是一种 可以考虑的选择 白棋脚也黄了 外边这块棋呢 虽然是枯棋 但是它也起到了这个限制黑棋 往中复发展的这种效果 长 这个是一种 一种选择 另外一种更常见的定式的下方 是扑头 扑头 从棋形上来说 更想下的是扑头 白的要想出头 只能这么忍其吞生的弯出来 那黑棋再退 这头扑一下大家可以明显的看出效果 刚才白棋挺在这 气也很长 棋形是不错 但被扑的弯出去 总是很不舒服 再拐的话 黑的一场 顺数唯控 白棋那边也没有太好的办法 所以白棋一般是不肯这么 说头说脑的弯出来 白棋要吃掉 黑的打吃 这时候白棋不能占 占背又打一下 亏了 就提掉 基本定式的下方 是黑棋打吃一下 补一个 根据情况 也有很多棋手选择 这时候就脱线了 把这两个子 它就看得比较轻 而且白棋也不好吃 白的来断 它就一退 白棋长的话 因为这个打吃是先手 黑棋可以跳出来 这个 拖线抢大场 根据不同的局面 也是可以考虑的一种下方 本手是补一个 这个也是一个标准的定式 白棋这个定式的好处 是脚上非常的厚 没有任何的 没有给黑棋留下任何的借用 反倒将来呢 白棋在这一带 因为黑棋这个 这四个子 棋有点紧 将来白棋在这一带 还有各种打入的手法 打在这儿 或者打在这儿 比方说打在这儿 也是很好的一个点 黑的如果在这边 要防守 白棋在这里 有这个作严的空间 黑棋要是这么来的话 白棋 这里 有切断的可能性 而且这里 就算切断作战不利的话 白棋还有这个手法 直接斑断 非得不能断打 断打为白棋断吃 打先手一虎 吃死了 不管是吃在这儿 或者是吃在这儿 吃在这儿的话 白棋也是这么一翻打 黑的力的话 白棋鼓作截 这个黑棋太重 提掉呢 白棋打 度过 可以破控 那么黑的蛙吃也是一样 白棋这样一打 然后再一打 有这一类破控的手段 这个黑棋 也不能说黑棋这里 就是实地 这个是黑棋 在选择这个定式的时候 这是黑棋需要小心的 那么 可能有的观众朋友会想到 我冲撞了一棋 由此产生了 白棋 这是各种各样的这种 瞄着我断点的 这种利用 斑断之类的 种种手法 那我要是不撞这一棋 这个想法也很有道理 冲断了之后 断了半天 两个子都被白棋吃掉了 那我直接搬住 不是更好吗 但是直接搬呢 有直接搬的问题 它也有风险 白棋如果这么 不管怎么缩回去 不断 这样也好 这样也好 这样去补断呢 黑棋当然很好 等于这个在定式的技术上 白棋去冲一下 显然是大出手 但是白棋这时候呢 它可以下得很强 搬出来 搬出来 黑棋如果退呢 当然白棋就已经达到了出头的目的了 已经达到出头的目的 黑棋如果断呢 白的不管接也好 或者利也好 把黑棋给切断了 黑棋这个包围圈不完整 已经被白的给断开了 比刚才这样的 棋型上来讲 黑棋显然不舒服 那么黑的 如果是想抓住白棋棋型的弱点 这样冲断的话 冲 这两个就被吃了 如果吃这个的话 被黑棋一段打 再一段 包死了 白的只能占 我们刚才说 如果下成这样 黑棋是非常好的 吃掉了脚之后 白棋这几个还是姑且 但是围棋呢 差一步就差得很多 黑棋在这交换了一下 这个差别就大了 白棋立是先手之后 断打在这的时候 黑棋这个字跑不掉 跑被白棋拐出来 黑棋绞死了 所以被一段打 黑棋只能是补在下面 那凌空被白棋拔一朵花 这两个的交换 这个黑棋罪过很大 被拔一朵花之后 这个黑的显然不醒 脚上的木数很少 白棋中间拔一朵花 这个威力太大 俗话说中间开花30亩 这朵花开的价值 远远不止30亩 这个黑棋不行 所以黑棋拔呢 白棋有拔出来的手法 这个是谁的需要注意 调整定势呢 还是这么冲转 这个定势呢 白棋跟其他的下法相比 特别是跟立下来相比 白棋有一个好处 再给大家分析一下 白棋这样选择的好处 当然黑棋呢 外围也是打吃了 先手之后 再打吃 再护 黑棋靠中辅的这个地方呢 也是厚了很多 但白棋脚上呢 非常扎实 没有任何的借用 白棋还可以有打路 如果是立这个的下法呢 黑棋封住 将来黑棋在脚上 比方说这么一扳针 这个漠处很大 将来再扳进去 可以把白棋收得 这个很难过 如果黑棋在需要 需要收空的时候 扳住 然后打完 吃掉这个子 白棋整块还没有活 或者黑棋立在这 也有纤索的味道 白棋不走的话 黑棋跳进去 白棋不但脚上木树没有 而且靠这条路逃跑呢 也是有风险的 一旦黑棋这边有紫接应 黑棋有这样横顶的手法 有可能要来强杀白棋 所以这两个定势相比 是叫 可以说是各有利地 白棋里呢 给黑棋也留下了 这尖段之类的 或者是将来紫这样拖 主要是留下了这个尖段之类的 这种 一些毛病吧 如果将来白棋这里 这一带有紫 有尖段黑棋的可能性 但是呢 反过来说 也给黑棋留下一些利用的空间 而贴出来这个定势呢 黑棋这边虽然厚了 但是白棋脚上 没有任何可以借用的地方 反倒将来打入起来呢 更带劲 所以大家可以根据这个 这两个定势 大家可以根据不同的这个局面呢 来选择 选择 哪一个更好 这个都是可以 都可以考虑的 总之 这期 重点呢 在于 黑棋如果这边没有紫配合 那么 普通情况下 应该挡这边 让白棋往这边爬过来 因为如果这边没有紫配合 这边的定势 一般来说 都会形成一个白棋先手 黑棋需要封锁一步 那 比方说现在 没有这个黑子 对白棋一分头 黑棋的外势 就 很显然 它发挥的作用 跟这里有紫相比 这个差别太大了 那么 反过来说 如果你这边有 有黑棋 尤其是黑棋 有黑 不只有黑棋 而且黑棋潜力比较大的情况下 如果你挡了另外一遍 那么 也会感觉到 好像 被白棋跳出来之后 黑棋这边的棋子 有可能效率不是特别充分 普通的这个理论呢 是这样 当然 下期呢 总难免出现一些特殊情况 如果特殊情况下呢 令到别论 好 那么这个就是新位 低挂 一件低价之后 白棋 点三三 这 点三三之后的一些基本的变化 黑棋有两挡 可以通过 这个 分析周围棋子的配合来决定挡哪一边 挡完之后呢 好 比如说 黑棋选择挡这边之后 白棋也可以 根据这个 不同的局面来决定 是 一种想法 立 第二种想法是立在这 第三种 局部定时的想法是贴出来 白棋也可以根据 不同的这个 局面 来考虑这三种想法 究竟哪一种 对自己更有利一些 好 我们给大家摆一个这个 以前 很早的时候 武功正硕九段的 大家都很熟悉的 特别 把黑棋的时候 很喜欢下三连性 黑棋三连性 白棋挂角 他也很喜欢一件低价 白棋点角 黑的挡住 不管跟任何对手 武功九段的棋 当年下成这个局面的时候 是非常多的 那么白棋再挂角的时候 黑棋依然还是 如果是武功九段下黑棋的话 他依然还是很喜欢在这里架 白的如果点的话呢 黑棋也是这么一挡 当然白的也很 这个作为 喜欢实地的棋手来讲的话 白棋下成这样也很舒服 在站着大场 先手拿到两个脚 但是呢 黑棋接下来 怎么样来扩张 这个 这一块大模样的话 这个就是一个很大的学问 下成这样局面的棋呢 也是有的 这时候 也可以看出来 黑棋挡哪一边 这个差别还是挺明显的 好的 那么我们这一期呢 就先为大家讲解到这 谢谢您的收看 下期再见 毛组 终蠢 下期再见 vídeo 是 旁观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